在16个小时以前 这个引述Fox Business的报道 夏威夷航空是为旅客提供这个新冠测试的 最终的名字叫PCR 它是第二家 即美联航以后第二家的航空公司提供这个测试 之前不是说这个AVT吗 亚培定了1.5亿个快市测试 但是呢他们这个跟这个PCR是就有两层 可能很有可能是需要两层的手续 但现在还是相信PCR PCR也就是传统的我们开车过去测试的那个叫PCR 进行分析差异进行分析 确认哪一种证断工具更可能适合抑制性传播率 那肯定是PCR这还用说吗 对吧 他主要呢这个都不用看 他就说现在是用PCR 尤其是去夏威夷的 他要确保这个夏威夷居居民岛上居民的安全 那这个一个叫worksteel labels 就不是AVT不是亚培 有个叫浅鼻磨指的测试 跟传统的一样啊抹鼻子啊 这些测试呢是新冠肺炎的这个黄金标准啊 哈维尼A来好 具体的就是60块钱60个小时内的得到他们的结果啊 还有一个就是负150你当时去机场当时就给你做啊 好啊当天知道结果早几个小时去就可以了 它是相继接了这个美联航以后 United StatesUnited Airlines UAL已后的第二家提供这种服务的啊 现在德国的汉塞航空也是宣布 会从10月份开始就有这种的快速测试 我们可以看一下夏威夷航空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叫什么 HA simpleHA 我们就来看一下HA 确实这个涨上去了 这个涨了1.56% 再来看一下UAL 现在第二个也是涨上去1.17% 那是不是证明其他的这个CCL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这个别的航空公司或者Delta也是会是一个利好的DAL 我们看一下DAL DAL是涨得不由他 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个满油的机会呢 再来看一下雅胚啊 之前周五周四炒得很热的雅胚 它是盘头接现在是跌的 所以总体而言来讲的话 我觉得航空股它只要宣布这个消息的话 就会有可能 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啊 这条新闻播报到这里 谢谢大家